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主内地下 姐妹们 大家平安 我们感谢加美上帝的大爱 我们进入十月份 上帝的带领 上帝的恩赐 不断地与我们同在 我们今天要一起来思想 神的话从四篇 五十二篇 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 感谢加美你带领我们 我们进入了十月份 我们感受到你的爱 感受到你的恩典 我们今天有时间来读经 来听你的话是上帝的大恩 谢谢主 感谢加美你 我们祷告 仰望是封 耶稣基督的生命祈祷 阿们 我们一起打开我们的圣经 我们一起来看上帝的话 从四篇 五十二篇 我要从第二节读 你的舌头邪恶 鬼家好像踢头到快力伤人 你爱恶甚至爱善 又爱说谎 不爱说公义 鬼家的舌头啊 你爱说一切毁灭的话 神也要毁灭你 你直到永远 弟兄姐妹们 如果我们 我们在看在这个四篇二十二篇 说到扫罗 他正在要找这个大卫 因为他要 对大卫不满意 他要杀死大卫 其实 扫罗是谁 他是一个上帝安利的这个 国王 但是他的态度 也不是 我们可见 他不是一个好的国王 他要伤害 他要打死 结果 大卫 什么原因 为什么 扫罗可以有这样的态度 他做一个王 他知道不知道 他这个地位 是上帝给他的 是上帝恩告他 称为一个国王 一个王 在我们的生活上 我们常常好像这个扫罗 这里说 我们的什么 舌头 邪恶 诡价 我们常常说谎 我们爱恶 甚至爱善 我们很骄傲 什么事可以 让我们 成为一个骄傲的人 看不起别人 常常 是谁 可以有这样的态度 在我生活上 我常常看人 他们可以这样 有骄傲的生活 看不起人 如果他们有地位 他们有地位 第二 他们有 财产 财产 很有钱 哇 跑车 非常贵的 他们的高楼 他们的房子很大 这样 有的人 我不是说每一个人 但是有的人 这样 如果他有到这个地步的情况 他的状况 很富有 有地位 有财产 然后 但是他 看不起人 他要说的是 别人要听他 我说 这样做 你应该这样做 这样的人 他忘记 他们忘记 他们今天 有这个地位 是上帝的恩典 我们要记住 弟兄姐妹们 我们得到救恩 我们 耶稣来到世界 为我们 为我们 牺牲 他成为我们的救赎主 这个也是因为恩典 上帝的恩典 然后我们跟从了耶稣 上帝祝福我们的生活 我们有地位 我们有这个财产 也是要记住 这个事也是上帝的恩典 如果我们 改变成为一个很骄傲的人 我们感觉到 我有这个地位 因为我很努力工作 我努力 这个事 看我自己 我有赚钱 我有这个很多钱 你要财产 也是 因为我真正的努力工作 我做生意 我做工 没有上帝的恩典 那这样 可以让人忘记上帝 弟兄姐妹们 所以要 我们要 把自己提醒 我们 从哪里来 我们得到救恩 上帝祝福我们 我们每一天 从早晨 到日落 都是有上帝的恩典 如果我们忘记这件事 我们真正的 非常容易 忘记上帝 然后我们 不信他的道理 他的话 我们不放在我们的心里 我们不靠他 他是如果真正 明白这个道理的人 他有 上帝祝福他 他的生活 有来 他的健康 我们有好的健康 我们要来 使用这个健康 怎么样来 侍奉上帝 我们上帝祝福我们 我们慢慢的祝福 上帝祝福我们 我们做生意 我们可以赚钱 我们不要忘记 我们要也帮助别人 我们要支持教会的需要 我们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 所以弟兄姐妹们 四篇 五十二篇 今天要告诉我们 提醒我们 如果我们有今天的生活 不要忘记 因为上帝的慈爱 上帝爱我们 所以我们每天的生活 要不断的感谢赞美上帝 我们早上起床 感谢主我 你再给我们 我们这个一天的生活 我们所做的是一整天 晚上我们睡觉的时候 我们也来到上帝的面前 上帝啊 感谢你 因为你带领我 这个十六个小时 的几个小时 我做的事 都是成功很顺利 因为你带领我 你的慈爱 不是因为我 我的智慧 我的聪明 是从你而来的 因上帝祝福我们每个人 我们得到上帝的祝福更大 我们更爱主 让我们更谦卑 因为我们是谁 为什么上帝赐给我们这样的大的恩典 因上帝祝福我们每一位 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 主啊 我们满心感谢你 我们以前是一个大罪人 但是上帝爱我们 你拯救了我们 你成为我们的救赎主 我们有盼望 以后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 我们知道我们往哪里去 我们可以跟你在一起 但是在世界的时候 我们的生活 我们知道今天我们的健康 我们的身体的状况 是你的恩典 我们的家庭美满是你的恩典 我们打工 我们工作 我们做生意 有赚钱 也是你的恩典 所以我们今天 我们的今天 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本人的能力 自己的智慧 但是我们知道 这一切都是你的恩典 谢谢主 让这一个道理 让我们的心 我们有一个谦卑的心 因为我们感觉到 我们是谁 你爱我们那么大 谢谢主 感谢加美你 奉耶稣的名祈祷 阿敏 愿上帝祝福我们每一位人